中东地区最厉害国家 国家再好,也会被其他国家吞并,而除了军事外,战略环境,也是个比较关键的要素。 以色列是中东的一个小国,它的军事力量不强大,又身处中东这样一个资源丰富,被各强国际遇的地方。 本国地理环境更是不好,算是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了。 首先以色列与附近的国家有种族矛盾,以色列人大部分是犹太人,偏偏不巧的是周围国家的是阿拉伯人。 两族人民即便已有,仇恨都存在于他们心中,以色列就成了其他国家针对的对象。 而且,以色列周边有很多较大的国家,例如叙利亚,沙特等等,他们围绕以色列形成了一个圈,弄得以色列就像带宰的羔羊,随时又被邻国瓜分的危险。 第二点就是以色列的地理背景不好了,不说一个小国的国土面积有多少,关键是以色列处在一个较尴尬的地方,出海口非常小,导致海外贸易发展也不怎么好,直接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。 在有陆地环境,一旦防御被攻破就很难再反击了,加之其他各种因素,以色列的处境令很多人都说以色列是活在浪口之下,很好奇怎么能活这么久并且和谐发展。 但其实去看以色列以前的战况,就会发现,我们的担忧完全是没必要的。 在中东的几次战争中,以色列从未败过,还打败顾巴勒斯坦、多德国叙利亚的高地,一个如此危险的小国,是如何在绝境中寻求到了生机呢? 其实,正是因为身在绝境,才有了无所畏惧和能牺牲一切的精神,才会在战兵中奋怨向前。 而且,犹太人是公认了一个智商较高的种族,历史以来就诞生了许多天才,所以以色列有了不怕死的精神和人才,才逐渐变得强大和令人感到忌惮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